当地人常讲看戏听腔 吃面吃汤 这碗看似清水一样的面汤 却是用老鸡 老鸭 豚骨 扇骨 鲫鱼等32种食材熬制 与吊浓白的高汤不同 苏式的面汤讲究汤要清 所以这锅食材要用小火慢慢炖 64个小时后口感鲜香浓郁 清而不浑 这才能达到苏式面汤的标准 苏式面的白汤 红汤都要用汤来调制 白汤我们要加一点点酒酿的汁 酒酿的汁里面带一点甜 红汤不是大家一般意义相说酱油汤 它是拿烧木肉的那个汤 然后把它再调一下 就是我们的红汤面的红汤 好 真是 有点 可以 这是 我们的